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敲响乐华上市巨谷、入谷、作庸、王总、称号 加冕春节当电影冠军 王一博所属公司乐华娱乐榜上有名 乐华娱乐在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曲折之后 终于用前半生韩庚 后半生王一博 这个笑话如愿以偿 此前 王一博与乐华签约参加优衣库的合同是十年 按理来说 应该会在2022年到期 因为可乐华要上市 收入对一线艺人王一博的依赖性很大 看来 必须阻止王一博离开公司的理由 目前 粉丝们正在等待王一博的最终选择 然而现实是 他最近和乐华又续约了四年 之后的合同要到2026年才到期 那么 杜华靠什么留住王一博呢 乐华上市后 答案一目了然 是乐华的远古 在宣布乐华上市的新闻发布会上 王一博坐在杜华左边的座位上 整个节目的大部分时间 杜华直播间的屏幕上都出现了这两个人 乐华上市的圆满完成 由王一博以敲钟人的身份宣告 紧接着 一张股东合影被拍了下来 王一博和杜华 韩庚一起在场 杜华持有乐华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 因为他是乐华娱乐的老板 韩庚也是乐华的知名股东 但股东合影使王一博可以留下来 不排除王一博的真实身份是 王总的可能性 王一博为何在合同到期后 选择继续为乐华娱乐效力 我明白了 更重要的是 我明白了这一点 粉丝们的意见是 乐华娱乐对王一博没有任何帮助 因为他们不积极追究黑社会的法律责任 也不进行日常宣传活动 粉丝们倒计时 王一博终于要离开公司了 而且是有充分理由的 第一个选择 相信王一博自己的判断 他会对自己的事业有很好的规划 第二种选择 承认王一博的性格 其实不太适合他担任经纪人 相反 他最好还是以将军的身份率军前进 在王一博看来 其他娱乐公司的制作质量 根本无法与乐华娱乐相提并论 最起码 这些都是他在乐华认识了十几年的老人 粉丝们在心情低落的时候 习惯性地用乐华娱乐倒闭了 来发泄情绪 现在 王一博是乐华娱乐的股东 并且在公司领取分红 这是王一博最近的动态 支持者是绝对不会的 毕竟跟王一博的爱好 有很强的联系 所以还是很期待的 此外 也有粉丝希望鼓励其他乐华娱乐的粉丝多多努力 尽快走红 王一博 吴明 三人组亲临现场为乐华做宣传 是乐华发布会上最受关注的事情 甚至比上市过程本身更受瞩目 影迷们认为只有这部电影会上映 因为毕竟是王一博主演 没想到 原定于春节档上映的另外两部影片也将出现 就在粉丝们对杜华分不清大和大 不知道哪部电影是自己的电影感到厌烦时 杜华转告诉大家 乐华娱乐参演了满江红和交换人生 换生活 乐华娱乐作为交换人生方 无论满江红和交换人生票房表现如何 乐华娱乐都将分红 而王一博则在 他作为乐华股东的身份 自从乐华成功上市后 王一博就不再被认为只是一个独唱艺人 而是一个拥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作为支撑乐华上市的摇钱树 他的未来几乎无限可能 娱乐圈迎来繁荣期 乐华一上市 王一博就坐上了乐华大股东的位置 虽然一开始以为王一博忙于宣传无名 但19日乐华上市的消息 却让整个娱乐圈沸腾了 这几天 王一博对大家进行了采访 正面信息源源不断 每天都有新的王一博帖子 王一博最近成为乐华的股东之一 这一事实让我们更加关注 王总 你觉得未来几年粉丝的一些看法有可能发生转变吗 约90%的收入来自艺人的乐华已成功在港股上市 成为首支娱乐艺人股票 乐华也是同类公司中的第一家 请问杜华 你这是怎么了 前半生靠着韩庚让他在娱乐圈起步 后半生靠着王一博让他走到了经济独立的地步 众所周知 王一博是乐华上市的大功臣 贡献了60%的营收 爆火之后 间接为乐华的上市方案背书 尽管很悲观 但还是成功上市了 总之 我真的很羡慕杜华 因为这个女人的运气真好 她说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 其实只有她这么想 运气的成分更大 话说回来 王一博此次出席发布会 可不仅仅是为了参加敲钟仪式 而是为了参加发布会 相反 她还把无名的演职人员带到了拍摄地 毕竟 王一博电影事业的成长 与乐华的利益直接挂钩 这样做就有效地达到了 一箭双雕的目的 新界入股的王一博 想必备受瞩目 然而 大多数网民对此并不在意 只是羡慕这个女人的好运 任何有这个理由感恩的人 都应该这样做 事实上 每个人都知道驾驭娱乐行业 可能具有挑战性 尤其是在开展成功的业务时 不仅仅是艺术家本身 这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幕后工作的全体工作人员 事实上 在听到乐华上市的消息后 很多人都在议论怎么不应该依赖艺人经济 毕竟这条路走不了多久 关于这个话题 乐华仅靠王一博能走多远是网上关注度最高的问题 这种话题 非黑即白的争论 羡慕别人的人 各种嘲讽 其实没有生命力 却很贴近老板的心 也有不少人反映 王一博的粉丝有很多傻钱 被列为资本后 割韭菜更简单 其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相当一部分人 在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情况下 王一博真的更有话语权 这就是人们所关心的事情 喜欢他的人最希望看到发生的事情 毕竟 娱乐界的主要参与者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他出现在理想的时间和地点 想想这几年的事情 本质上精英玩家是越来越少了 这让一些人又是羡慕又是仇恨 搞流量艺术的人很多 但没有一个人能把王一博做的一样到位 乐华很幸运 多亏了他 娱乐业才引入了新的获客策略 许多人认为 在不久的将来 风向可能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娱乐业的发展会更像中国 需要更多有才华 有能力的艺术家来推动积极的文化实践 王一博虽然最近入股了 但从他的走动方式可以看出 他还在工作 参加完上市发布会后 他立即赶往机场 登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 并立即开始了启动推广模式的过程 毕竟大年初以东方卫视主办的春晚 王一博鞋 无名剧组亮相 画面的宣传还是排在第一位 目前只有数量有限的电影时间表和节目没有附上名字 这几天 一大批主创联合宣传 尤其是王一博的粉丝们 付出了很多努力 取得了成功的预售成绩 至此 预估预售票房已破亿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